中審法院今早班下判辞,一字幕回复合王國卓堅就丁屋權益提出的上訴。 中院法官認為,丁屋權益完全建基於公法之上, 受若干法例及基本法隱含但清楚的認可。 政府合法行使著情權審批丁屋申請,權利亦屬於基本法第40條中,權益一次範圍內。 中審庭亦不認同第40條,受《基本法》及人權法案中反歧視條文約束。 由此第40條所指的傳統權益,應該參考《基本法》1990年頒布時的狀況決定, 無需追溯至198年前。 自有生界男性原居民後代,符合丁屋資格的事實, 是特區繼承的體制一部份,亦是第40條自在保護的部份。 法官同時裁定袁仲庭判處上訴人郭卓堅, 有資格提出丁權問題司法封嚇,和批出相關製作,屬正確裁決。 郭卓堅回覆我們查詢時說未收到判詞內容, 要再和律師研究,先有進一步回應。 法政局說歡迎裁決,說當局會繼續根據政策, 如常接收和審批丁屋申請。 您您就知道,如果您需要提供我, 您您的意見,要如何提供人? 您呢,您可以提供你們的安心。